印度的太阳神庆典在本周展开 当地信徒会遵循传统到恒河中沐浴接受进化 政府为了防范大规模群聚 派出了无人机抽取恒河河水 向人群直接喷洒 企图借此减少亲自踏入河中的人数 然而印度近日疫情严峻 这个月单日确诊几乎都在十万例以上 本次庆典预计会有三百万人参与 届时人山人海涌入恒河 难以落实社交距离 同时也预示疫情的高峰期恐怕还没到来 环宇新闻刘倩文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